北加州 Walgreens槍案涉事保安將不備起訴 三藩市地檢官謝安儀在星期一表示 針對上個月底MarketGuy Walgreens藥店開槍案 不會起訴開槍的保安Michael Irwin Anthony 在4月27日 這名保安在藥店開槍打死了24歲的Banko Brown 監控錄像顯示 該保安試圖阻止Brand帶著一袋東西離開藥店 隨後兩個人在地上糾纏搏鬥 期間Brand還說自己要刺死保安 在保安制服Brand之後 他拿起一袋東西走向藥店門口 保安追出去向Brand開了一槍 最終他在經過搶救後仍然不自身亡 警方在Brand的袋裡發現藥妝店商品和個人物品 並未發現任何武器 此時引發民眾憤怒和爭議 認為無必要因為入店行舌而殺人 希望可以能夠起訴這名保安 但是地檢官謝安兒指出 證據表明保安是認為自己當時身處險境 採取自我防衛 檢方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保安的行為達到謀殺 又或者過失殺人的程度 因此檢方不會對他作出檢控 雖然事後才發現Brand是沒有攜帶任何武器 但是因為當時正在發生一起搶劫案 Brand主動和保安進行攻擊性接觸 所以保安的行為是合理的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Brand主動和保安 Brand主動和保安 這個套術